最后我们讲解一下 编曲当中前奏 剑奏 伪奏 应该怎么写 还是通过我们叶上海这个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前奏的写法 前奏一般它是用单一的乐器引入前奏 这个实际上不叫前奏 叫做什么呢 叫做前奏引入 很多乐曲它一开始 都是用比方说 用一架钢琴 而且在高音的旋律来奏 这个时候把前奏给引入出来 后面可以接实际的前奏 实际前奏往往是乐队加进来 配契稍微厚一点 前奏要体现全曲的风格 以及核心动机 不能说你整个曲的是一个中国风的 然后前奏用一个比较西洋的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说前奏就要从前奏里面 管中窥豹 能够看出整个乐曲的风格 最好能看出核心动机 前奏它有这样几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 干脆没有前奏 就比方说 一辈子孤单 这首歌 它一开始就是唱 它没有前奏 什么都没有前奏 好 这是一种 这种是比较 讨巧的一个做法 下面的第二种 第二种是照抄主歌 或者副歌的核心乐曲 这一类前奏也是比较多的 很多歌它就是把我们的核心的乐曲 放到前奏里面照抄一下 实际上照抄以后 在前奏把它做出来 人们就对这样一个乐曲 有个大概的一个印象 三 一般很多歌曲 绝大部分歌曲都是另起炉灶 这个时候要写入动机 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就是什么材料 都是自己当时编的 前奏的配器厚度 一般是这样的 一开始比较薄 要引入 然后厚一点 接着又变得薄 为什么接着又变得薄 是因为接着主歌要进来了 而主歌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配器肯定是比较薄的 因为它要为后面重复 增加厚度 留下一定的空间 所以主歌第一次进来 是比较薄的 那么怎么样突出这个薄 所以中间要有厚 薄厚薄 从动静上面来说 就是一开始是静的 后来稍微有点动 接着又回到静 然后主歌安静的进来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 配器的一个厚度 下面我们看一下前奏的和声 前奏的和声 一般都是从主和弦开始的 当然也有歌不是从主和弦 比方说从2开始的有 从4开始的有 小调的干脆就是从6开始 都有 一般前奏是中止于属和弦 效果最好 也就是572这个和弦 5级属和弦最好 当然也有的歌 它停在 比方说小调 它就停在6级上面 或者停在3级上面 这是小调 期间可以用任何的和弦 或者可以用离调 可以用任何和弦 下面我们就到QVS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首歌 它是怎么样写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前奏引入部分 是电钢琴来奏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电钢琴的和弦 这什么意思呢 降异大调 一级 然后这里 七级 六级 五级 所以是 一六 一七六五 这样的一个和弦进行 然后可以注意到 这个和弦 大家再听一下 可能感觉到有点不协和 或者有点变化 这就是比较累的 这就是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看一下 这有个降五 本来降异大调是没有降五的 但这里有个降五 降五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引入了 绝世的蓝调音机里面的降三级 降音是一级 那么五是不是三级 那么降五就是降三级 本来是应该这样的 五 那么这就是普通的一个鼠和弦 这普通的 但是这样的味道就没有了 改变一下 这个时候 爵士的感觉就来了 所以通过和弦 把爵士的风格给加进来 好 然后再看 后面又是一个重复 这里又是重复 还是一样的 七六五 好 这里是实际的和声 实际的和声 我就不做分析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电钢琴声部 很简单 和声是什么呢 首先 它这里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一到六级 六级 我说过 一级后面要不要接三级 要不要接六级 有的时候也接五级 或者接四级 好 然后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二五一老套 二五 好 这是二五一 然后再看后面 后面呢 就是四三 六五 六五 四三六五 四五 大家看一开始是四三 好 四三这里是二度关系 六五也是二度关系 那么三跟六的这两个小节 是一个五度关系 三往下五度是六 好 然后到后面是四跟五 接着四跟五 看一下 这里四跟五 从这里开始 为什么要两个小节 鼠和弦 有非常强烈的期待感 期待主和弦加入 所以就期待主歌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停在鼠和弦上面 时间长一下 然后呢 可以迫切的把主歌给引出来 这样连接就非常平滑 好 然后这个呢 是前奏 接着看一下建奏 建奏呢 我们说过 一般会撤去某一频率的乐器 或者呢 会引起乐器的改变 不会说你的前面副歌是什么乐器 到建奏还是什么乐器 肯定要换一下的 怎么换呢 我们前面讲过 有的时候呢 把高频低频切掉 留中频 有的时候呢 干脆换一件乐器 等等 建奏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建奏不能写的太短 建奏呢 往往是编曲人发挥自己 这个本领 特长的这个地方 但是长度呢 也要符合曲式 要听上去呢 要具有一定的规模 要符合曲式 一般呢 比方说八个小节 或者十六个小节啊 等等 和声可以写的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比方说有离调啊 转调啊等等 建奏的材料呢 可以与前奏类似 也可以另起如造 像我们这个建奏 刚才说过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后面这里 它呢 然后呢 再做到后面 换成弦乐领奏 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的 建奏的曲式 我们看一下建奏的和声 首先是长号领奏段落 长号领奏段落 刚才我们已经找到了 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从这一开始 一开始还是你看 一级对吧 一级一级 后面接的是什么 大家看这里 我们说过 要么接三级 要么接六级 但是注意 这个三级呢 因为加入了蓝调音 所以这个呢 降三 这个地方 降导音啊 导音七级 要变成降七级 所以这是降二 好 然后又是一级 一级 一级后面接的是四级 到这里长号结束 所以长号是停在这个地方的 这地方 这个是什么和弦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和弦 它是什么呢 有一点离调 看这里有一个降二 降二在这里 所以这里呢 或多或少的呢 就有点离调 到了F小调 到了F 或者说到降A大调 降A大调 大家想一下 降A大调四个降号 有一个降二 降二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单独听电钢琴跟长号 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好 现在 假如说 大家配合声的时候啊 这里放 配还原二 很不和谐啊 错的 对吧 配上降二 就对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离调到了降A大调 或者说到F小调 因为F小调 它的大调 往上小三度 就是降A大调 降A大调有个特征音 降D 降二 所以这样有个降二 其实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中指式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降七 它是降A大调的 一个二级 后面呢 接这个和弦 这个和弦是什么 C E G 降B 好 按照我们一开始 这地方应该是降E 对吧 好 听一下 不对 没有中指感 这地方长号结束了 应该有中指感 中指感的地方配什么 对 配鼠和弦 鼠和弦什么结构 大三和弦 所以应该是 E 还原三 五 听一下 好 那么一三五 这个是哪一个调的 鼠和弦呢 对 是F小调 因为F小调 主音是F 往上五度是C 构成一个大三和弦 C E G 所以它是F小调的 正因为离调到了F小调 这地方配F小调的鼠和弦 所以前面这里才会出现一个 F小调的特征音 或者降A大调的特征音 降2 在这里 所以这样就能解释通了 好 那么这么多理论不理解没关系 反正呢 你配的时候你知道 这里配还原2是错的 然后这里配降3也是错的 必须配成还原3 也就是说把它改造成一个 鼠和弦获得半中指感 好 下面就简单了 下面 直接听一下 好 从这里开始 这是什么 这地方又回到了降1大调 4级 5级 6级 降1在这 对吧 你看这里 降2又变成了还原2 又跑到了降1大调 好 4 5 6 继续看 重复了三次 对吧 全是456 所以和声呢 这地方实在是太简单了 再看后面 后面要为中指式做准备了 建奏要停在鼠和弦上面 期待我们副歌加入 所以呢 用一个什么 2到5 然后引入副歌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和声简单吧 2到5 半中指 好 这是建奏 最后我们看一下伪奏 伪奏呢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很多歌呢 它伪奏就一两个和弦 很简单 伪奏有的时候呢 可以重复前奏 也可以另起如造 单独写 伪奏呢 一般是配器比较单薄的 因为呢一个乐曲要结束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要把乐器一个个撤掉 还有的歌呢 它伪奏是什么呢 它歌的最后是个循环 循环的一个序列 通过弹出 慢慢的声音小下去来结束 这种歌呢 也是有很多的 这种伪奏有这很多的 好 像我们这里的伪奏 就是模仿建奏 拿起来进行的转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最后 在这里 好 看一下 这地方呢 有一个转调 转向降A大调 这里呢 通过万能转调法 什么意思呢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主要的转调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转向降A大调 那么 如果我从降E大调 转向降A大调 大家想想 用万能转调法怎么转 我们讲过万能转调法 是引入新调的 二级到五级到一级 所以呢 我们最后一个和弦 肯定是降A大调的 一级 降A 就是降6 1 降3 好 确定好了以后 前面应该是什么呢 前面应该是 降A大调的数和弦 降A大调 应该是降3 5 降7 好 降3 5降7 再往前面 就是降A大调的二级 251 二级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降B 然后 降B 注意有个降B 所以我们在前面这里 就是降B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个降B特征音 在这 所以这就是二级 五级 一级 但是找找 这里有没有五级 没有五级 为什么呢 是因为和声节奏的关系 拉长了 所以五级就被省掉了 直接二级到一级 其实这个也是万能转调法 如果你把这个呢 你不知道是转调 你改成2 怀远2 你可以听一下 还是这样听 这会感觉不对 不对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你改下原版的 对了 所以说呢 这个调呢 一定要培养出一个正确的 一个调的和声的一个感觉 要慢慢培养 这样才能知道 什么地方转调 什么地方不转调 当然 你如果觉得太难 这个地方 你可以不转调 我这里呢 只是说比较 一个比较有技术的一个课题 就是转调 在伪奏 伪奏这里转调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这首歌呢 基本上呢 就分析完了 还有一些细节呢 没有讲 大家呢可以结合这个工程文件 自己呢 去看一下 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呢 都分析过了